9月16号马来西亚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百科五报 我是陈辉 新闻一开始 当然要关注我国的买害情况了 截至中午12点 国内共有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处在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分别是布城、沙拉越州古晋、 撒马拉罕和斯里尔曼 至于空气质量最好的地方 则是玻璃市的首府加秧 当地的空污指数只有23点 属于健康水平 虽然我国实面埋伏 但是首相马拉罕说 巴胜古和西东坡的买害情况不算严重 而他本人甚至在昨天就有去骑马 他强调买害问题 并非我国单方面努力就能够解决 而是要获得其他国家 特别是印尼的配合 才能够找出长期新的解决方案 沙迪阿拉伯两座炼油厂 星期六遭到野门胡塞武装分子袭击 市场担心国际油价会因此飙升 首先马拉罕坦言 如果有关炼油厂 因为这起事故被迫停止生产 一排万桶的石油 那么就会对油价带来影响 但他保证我国政府会给予补贴 避免国际油价冲击国内市场 沙迪政府已经宣布 两座遭遇袭击的炼油厂暂时停止运作 导致当地每天减产大约570万桶石油 也就是沙迪石油总产量的一半 或相等于全球石油供应的5% 那今天是马来西亚成立56周年 你会怎样庆祝这个大日子呢 全球生纳吉昨晚就前往十周世毛月的一家美食中心 和尚外卫民众倒数欢庆大马日 他们拿着国旗一同高唱 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 Satou Malaysia 而现场还有烟花助兴的 纳吉信心满满的说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力挺国阵 并且呼吁大家更换建议政府 他也重申没有人能够阻挡 巫统和伊斯兰党的合作 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其他种族的权益 好的感谢收看 祝您假期愉快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